轮椅攀登者前巴山王黎智偉 繼2018年成功攀上知智山之後 挑戰攀登全灣魚森廣場 為隻水損傷患者籌款 黎智偉挑戰攀爬較魚森廣場 樓高大約320米 高度與法國巴黎鐵塔差不多 攀爬在早上10點多開始 去到接近中午 他已經爬到50米高 大約20多樓的位置 今次挑戰更加是世界首位輪椅人士 攀登摩天大廈 並且為港大繞營及創新外科學系籌款 購買機下腳等價復康儀器 幫助隻水損傷患者 黎智偉是專業的攀石運動員 由亞洲攀石王之稱 曾經排名世界第八 2011年因為車禍而導致下半身癱瘓 今次活動 大會預計黎智偉下週五點多可以登頂 期間他亦都有進食補充體力 對於智偉下水搬擺 對於智偉下水搬 是在智偉下水搬 你從天下水搬 你從天下水搬